大家好 今天是11月6日星期一 亦是11月份第四个交易天 市场比较怪 今天早上开盘时好地地 指数见过28,616点 但在短短一两分钟之内突然急跌 最低到28,137点 短短了慢慢慢慢反弹 到现在三点半时间又要到胜了 事实上在那一阵下跌 你问原因没有人能解释得到 因为事实上也听不到什么特别的坏消息 有些就说沙地的王子被人捉了 现在要清仓走货 居院有人信 你想想如果真的要走 居市怎可能成交几百亿 他拿着这么多货 我想就没什么的 只是纯粹上周三指数 一路充高之后 到周四、周五维持上升形态 但周三成交金额是11802亿 到周四只剩950亿 到周五反围剩889亿 倍迟 指数向上升 成交金额一路缩 即是说市的动力不够 当然腾讯仍然很棒 但其他的大部分都不配合 这个其实很正常 因为去到28500点 大家的心态都会比较保守 要是大成交 三百两幅冲了上去 但看不到这个情况 否则 23000、24000的时间 成交金额都是800多亿 你去到现在28000多 你成交价仍然是800多亿 这数据不错 你只是看腾讯 当时仍然是200多元一股 如果只要腾讯成交的股数没有变 以现在三百五、三百六来说 成交金额一定是放大30%到40% 是对的 无论如何都好 腾讯势头是很强的 最高见到379.6 已经说了 他的手游和网上广告收益 都不知持续高速增长 而更重要是什么 星期三就月民上市 上市之后 月民的投资价值就浮现了出来 接着还有译音 换句话来说 可以预见 明年 腾讯的业绩公布 非经常性的收益 是会很良利的 大胆点说 早前看他375到380 你看我两个月子的文章 已经知道 当时仍然是320元 到现在这一分钟 我看400元都没什么走计的了 腾讯恒指成份占10% 对大市来说 的确是有效应 但美中不足 其他的成份股 全部都是原地突破 11月份 经过今天的下跌 技术上形态有少少转变 恒指是由星期五三号的高位 28,661点 跌到今天最低的指数 28,137 跌了524点 首先 一个月的高低位 不可能在两个交易天之内出现 指数只要没有低过28,137 更高指数是必一定还在后面 再说 524点波幅 可能满足整个月的要求 简单说 10月19日 指数曾经由28,798 跌到28,094 大家记得 当日跌了704点 但从那一刻开始 恒生指数 直到这一分钟 是没有低过28,094 那就是说 我不理你高台升200 跌300 如何反复都好 你不跌穿28,094 其实不需要太担心 好 那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 好吗 好